依此个股推介是泰股A19 经济部投资二华早减选原因是 泰股A今年以来每个交易日都进行回购支持股价 其中今个星期三回购14万股 回购价介乎每股63.9至65元 涉及资金903万 占股份成交额1.7元 元商摩根士丹利指出 泰股透过资本回报、借派息和回购 释放价值 而其客国泰客流去年开始持续增长 流动性改善 泰股的股值仍然便宜 物资产正值节又可以收窄 策略上 泰股A上日报64.15元 预测息率5.2来 股价至1月起 呈现上升通道 可以在通道底大约61元左右收窄 首个目标通道定67元 长线可以参考大摩目标价73元